当地时间12月8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亚德王宫 会见沙特国王萨勒曼 习近平指出 很高兴时隔6年再次访问沙特 我对上次访问沙特的情景记忆犹新 我高兴地看到 我们就发展中沙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 都正在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中沙合作具有广阔前景 中方是沙特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力量 高度重视发展同沙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方愿同沙方继续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各领域合作 服务两国的发展利益 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 萨勒曼表示 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沙特 您2016年对沙特的成功访问令人难忘 近年来 沙中两国战略对接和各领域合作 都取得良好进展 双方在诸多问题上都拥有重要共识 中方的利益也就是沙方的利益 我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努力 推动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造福友好的两国人民 这也有利于实现地区和世界的 和平稳定与安宁 两国元首亲自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同意每两年在两国轮流举行一次 元首会晤 三国旅行 二国家